uiterao 同學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賴全軍學長 林二級學長 賴學長是輕大數學系畢業 數學是措施 然後電機博士醫院 他曾經擔任過 台機店的製造課長 然後援展科技研發工程師 波洛威科技 屏管工程師 然後現在擔任 山谷氣體屏管工程師 今天要跟我們分享的是 數學精大擁護的人生 那我們歡迎賴學長 謝謝 各位學弟學妹們大家好 我先問個問題 請問大一剛入學的請舉手 三檔部分 OK 謝謝你們 大二以上的呢 有部分 不好意思 因為我這個演講 當我把報告檔寫完以後 我才發覺今天是九月 那九月就意味著是 其實來的就是新人 那新人 我現在不清楚高中數學 現在的背景有多順 至少在我當初十八年前 我來清大念數學的時候 我是從來沒有在高中念過微積分的 沒有 因為那時候 教育部說他不考微積分 所以我在 新大這裏念 微積分是第一次遇到 什麼叫做 極限的定義 然後還有後面的定義 我都知道新大以後才知道的 所以等一下我會有 帶一些數學的語言 OK 那 我先講一下 我是清大數學學師跟碩士畢業 那我後來在台積做了一陣子 做了一年多以後 我再回去了 清大奠基 那奠基完以後 我沒有念 我沒有念完畢業 那原理等一下我有機會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看到我的學經歷 你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在清大 連續進出了兩次 當天插了一個台積 那 後來到了 原展科技 我是做研發工程師 那到波羅威科技 我做的是平保工程師 那再加上以前在台積 我是做製造 其實這 就 清大這裡 所教學的領域的話 台積社會製造科長 比較接近公共系 他們在學的東西 公共系 那 研發工程師這裡 比較接近是電機 那 到了平保工程師這裡 又比較像 是公共或者是數學出入的人 會去做的事情 然後 後來 到現在 我中間有到一個 觸碼波 可是這個觸碼波 這個公司這樣有趣 有機會我再提 我這裡是待了兩個月 我就馬上投電話 那 現在是在山谷氣體 就這一個 那 這裡有個小LOGO 等一下我會講這什麼公司 我等一下會講到有關於政治高齡跟政治討論的內容 這裡有沒有沒滿18歲的 如果有沒滿18歲的話 那 麻煩大家尊鎖 遇到比較刺激的話題的時候 就一起不動回憶 那如果 演講面容你覺得很無聊的話 那 你可以自己離開 不用報備 那或是跟狗玩 然後今天狗子在 剛才我好像有看到布丁他會不見 那如果 等一下我講到有關於數學員請知識 跟你們後來上的政客 教授講的 是不太一樣的話 那一定是我講錯 不用懷疑 因為我現在是做數學的 所以請你教授所講的 我就怎麼 這個演講激烈 除了去 除了上個學期 你們還沒 大義還沒入學 上個學期 因為 那個 COVID-19的 疫情關係 我和肺炎的關係 所以停頒了一個學期 那 這個演講 是由高雄老師 就是他所主持發起的 嗯 其實之前 在數學系 也有不固定的 通俗演講 那這些不固定的 通俗演講 會看到什麼人 喔 有Field Medal的得主啊 各院會的院士講座 這位大家知道是誰嗎 就彭同 欸 他因為結了卡里奧的 然後後來 他被發現了以後 那俄羅斯 就是 證明的那個 數學家佩洛 他 性情非常的 直白 他說這種細節的證明 他不要 他只是跟你講說 他證出來的方法給你 然後你自己想辦法去做 那後來邱正聰 他也有去補足了 龐沙利 Contractor 的證明 那 這一位是李定元教授 他 呃 我寫完了這個 報告以後 我才知道李定元教授 他已經在今年六月往生了 那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有趣的人物 在我知道柯文哲 呃 呃 那個 雅分 那個叫什麼 雅分伯格 雅思伯格 對 雅思伯格 雅思伯格不是我知道 柯文哲市長 這一位政治人物 我才知道的 是因為李定元 李定元教授 他本身是三八七那種 非常非常的天真直帥的 那種氣質 我後來還是知道 那個人比較貼心 雅思伯格 那 他是證明了 PS3 大家看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函數 他是自應域到自應域 如果 裡面有存在任何一個元素 被這個函數連續作用三十 又又回到原點 那代表是整個系統都是混沌系統 呃 他 他很好玩 他做了這個證明以後 分明大到 可是後來 因為他是用數值分析 然後還有一些 方程 呃 文分方程的姿勢去做了 那一個 很偉大的證明 然後做完了以後 他才發現 二十年前有一個 俄羅斯 你不見心賺的 代數數學家 他用代數的方法 解決了同樣的問題 但是那個代數數學家 他是做自己做爽的 所以他 他那個 出來了 呃 出來了 那黑層根本也沒有人看 是直到 他發表了 他的證明 分明大法 然後他跟他說 欸 你的工作人員前進 有人幫你做過了 他聽說的角度完全不同 可是他解決的問題 是完全一樣的 他非常有趣 他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他就哈哈大叫 這就是人稱啦 記憶 他晚了人家二十年 可是 光在他身上 很有學的 這個人 那這位是石保舟 他是我的大學長 我也在這一系列的演講 知道這個人了 那 他是台灣第一位精算師 有在美國拿到執照 他回來這裡演講 都是以錦榕鄉的歸國 然後是我們分享 他是怎樣拿到他精算師的過程 嗯 那不然的話 像 在去年 我有看到 市大辦理事務所的僱員 又回來這裡 跟大家分享 他是怎樣在這次大辦理事務所裡面做事情 那也有 大數據啊 深度學習啊 人工事會的專家啊 各行各業領先那個工程師 他們都會到這個演講 去跟大家分享 他們的 成功的經歷 可是很抱歉 我要跟大家講 我現在在指示一個工程師 我 從 我到現在36歲 是你們年齡的 甚至一輩 那我的成就 是遠遠比不上他們的 呃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 原因是這樣子 這是我第一份的 回擊生考驗 很抱歉喔 我那個 我這考驗我都沒有留著 可是我 在整個演講過程的時候 好 這是我回擊生第一次 其中考的考驗 那 建議趁選職門課 就直接寫了這七個字 怎麼是寫的 那這個老師是誰 你知道嗎 當我一個 當我一個考上清大數學 從高雄中學畢業 考上清多巴大學 然後 這個本科必修 第一次維基生期中考 然後 我自認為 我已經寫得非常滿意了 然後出來結果是這個樣子 那時候我的反應都這樣子 我不知道我在哪裡 很多人都說好 數學是非常的優美的 你剛剛 你到數學系 那人家 至少到現在書社會 大家反應還是怎樣 哇你念數學系耶 那數學系一定很厲害 那數學系一定知道數學有多優美 像我都不知道數學有多優美 所以我念數學怎麼都沒念到 那 怎麼叫做優美的數學 那個 這個 當你們三微積分的時候 你們一定就會知道 我們是怎麼樣定義 一個函數在某一點點續 一個函數他是在希這個點 vẫn 這個你們以前高 很冷的 但是这个是我在 我在清华大学数学系 我上了维基分课以后才知道 这个东西就叫做连续的定义 那我本来是想要用一个动态图 跟大家讲说Astom Delta 对我现在的理解 它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在哲学上这个叫做特度的定义 连续基分的历史 在大家公认的1670年到1980年的时候 连续基分是由英国物理学家牛顿 跟德国的律师来听一次 这两位他是分别独立 但是同时发现了连续基分 这点很重要 因为到现在英国派跟欧洲派 到现在为止 还在德文部修设成1800年的连续基分 但是这个是目前大家能够接受的 比较普罗大众能够接受的答案 就是这就是一个巧合 他们在那个时间点累积了前 人购出了资质以后就分别发现了 那你发现连续基分以后 你会回答 你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无穷小 那来问一次他是说 无穷小是什么 一个人随时间接近变小的样子 就是无穷小 那 在连续基分以后26年 有一位很有名的主教叫普克兰 就是美国普克兰大学的那一位普克兰 他就他的宗教哲学 基督通教哲学 他讲 什么叫无穷小 这个量是没有人值得 人是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无穷小量 那是上帝知道 对他增长 这是他的回答 而且是非常明镜的回答 那到后来再过了20年 偶遇了他解决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他用牛顿跟莱布林芝的工序 他解决了超多的数学问题 你们未来会认识这个人 因为他发现了太多的 危机关跟限期代数的定义跟定义 那他解决了这么多问题 可能人家问他什么是无穷小 他必须不谈 我只要能够解问题就好了 因为这个根本的问题对他来讲 目前可能有益处 那到后来 拉格朗日 这一位是高维子可以看到的数学家 他是说无穷小警卫代数算子运算的过程 无穷小这个量不存在 他也不均一 他只是一个工具 一个符号而已 然后再过了接近70年 柯西 现在挂在那个中堂上面 有一个柯西的照片 他说维基芬 应该要以可以计算 度量的形式 严谨定定 不加以回避 也不交付上帝 他去打伯克莱的脸 当然从伯克莱到科技 已经经过了100年 科技他想要 以现在他所不知道的知识 去面对 危机关里面无穷小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要可计算 可度量 因为我们是数学 我们不是神学 我们要用数学可以计算的方式 去明白什么叫无穷小 他已经将近快要抓住那个感觉了 可是他还是没有把他完全的详细文字定义化 那这文字下来的是Rustrax 这位也是你们高尾会看到的人名 他制定了现代微积分连续的定义 用度量的形式表现无穷小的概念 那微积分到 自发明 1680年发明到电竞 就是这样才是要解决的微积分定义 让大家都能够接种 用度量的形式 去讨论什么叫做无穷小平 叫连续 中间过了180年 但是这180年中间的讨论过程 我全部看不到 因为你们在微积分的第一堂课 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做无穷小平的流汤 我们第一堂课跨越了180年 反正你就赌 你就考 你就一直在 在180年的讨论过程 真的 你对一般的数学家 你也很难去把每一个地址都完全移 所以我们在讨论什么叫做数学很美 集合论 近代数学与德学的统合结果 现在大家还有学数学导论这门课吗 那以前数学导论 根据开课老师想法不一样 会有不同的调查 那我以前是 我以前教我数学导论那位老师叫赖宁隆 他对集合论非常的有研究 所以他纳购事上了 Best Theory 那Best Theory是 那时候罗素 不代表罗素他 那个年代的时候 大家相信 不要发展集合论 就可以解决数学所有骗机的问题 可是罗素他直接提出一个叫做理法式悖论 然后他带领出逻辑 升级社区 大家知道我们叫李法斯这一论吗 就是有一位 有一位李法斯他宣称 帮所有不帮自己挂鬍子的人 就有人问他说那你会帮自己挂鬍子吗 就是这个 这个 逻辑是互相矛盾的 就是后来我们有把集合论的定义给稍微调整 让自己不能够成为自己的理数 主要在这里我不想要讲这么深的 那我要讲的是康克 康克他去分辨无穷多 什么叫无穷多 大家认为有理数有多少个 大家认为整数有多少个 大家认为是数有多少个 那一般高中生有学过数字 他会跟你说 这个就是无穷多啊 你数不完啊 可是无穷多这个概念 在Counter 他用逻辑分析哲学以后 他把它分成两个 一个叫可数的无穷多数 跟不可数的无穷多数 那有理数等数 或者偶数或是基数 那些是可数无限多 可数无限多 那像实数是不可数的无限多 那还有一个宇宙大饭店 这个宇宙大饭店是告诉大家 偶数跟整数一样多 那很多人他们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偶数跟整数一样多 你是偶数你就一定是整数 还是你是整数不一定是偶数啊 135795是偶数啊 那为什么他们两个会一样多 那如果你去开一个饭店 我不要讲太神了 就是你开一个饭店让 一号客人去住二号房 二号客人去住四号房 全部乘以二 三号客人去住六号房 以及此类的 你会发现所有整数的客人 都住进了偶数房 所以整数至少不会比偶数还要多 那同样的 你再反过来一阵 偶数不会比整数还要多 整数也不会比偶数还要多 所以他们两个就一样多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来讲 为什么? 因为在分析无穷多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 他中间很些微的差异 然后他们一样的多寡 或不一样的多寡 这只有数学器的人他能够驾驭 他能够去分清楚 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但现在很多很多 你在讨论社会的问题 或是现在社会意义 你会发现很多人 他把很多事情都搅在一起 定义跟地理他如果搞不清楚 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那例如说现在大家在讲的是女权 明明被消费的是男方 可是一个男生跟女生在一起 然后被照上发发给你 说他们在教我 那每个人就说 啊这个女生很可怜 他被消费了 其实那个女生是非常有钱的 或是那个女生他权力非常大 都还说那是男生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数学不够好 他们没有去仔细看清楚 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们有一个优势 就是藉由数学的工具 你们可以去慢慢的发展 讲事情的那种背景套路 然后还有他背后的定义 你们才能够去明白 你们讨论的事情到底 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而不是人云亦云 那其他的这些就是给你们秀的机会 什么叫做 Well-end principal It's not choice 这种是雷马 他们三个人是可以互胜的 或者是Henna Poreo Basson-Wayne Porea Content Day 一定是什么 Totoli Fondi 什么什么像英娃哥的 那Azellas Coli 或者是你到 直辟传出门 还可以知道什么叫Vitali Carveri雷马 你只要会背 然后去秀 你在数学系这里 你对外面的人就有足够的短钱去秀一波了 刚才我收过 我去中考只有25分 那后来 这是我当语音引起的课表 我为积分 那数学导论是四场课三学分 那满上还会有为积分演习课 这里还会有一个数学导论演习课 我们没有写 可是你们在这里有看到吗 这里有两个 数导担任指导 维基村担任指导 我排了这四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这四个小时就我不够的爱有人来教我 教我的人是谁 数导 赞宏老师他花两个小时来教我 维基村高中老师花两个小时 一对一教学 我后来我去外面教维基村 我去给高中生教维基村让他们都大学选秀 我一个小时就收拔才快 然后这个维基村担任指导 高中老师赞宏老师免费帮我上一个学期 你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 老师你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 我当时维基村最后六十分过 而且这六十分大家可以问一下高中老师 他是觉得问题好分的 他觉得问题好分 但是我在两位老师的训练之下 当年王都过了 那接下来到了达乐的黄金时期 这对我来讲是成长非常快速的时期 那我除了学习 有学高维带出现代 当时三帝修即在达乐 其实对达乐的学分非常福利 因为这三堂课都非常重 所以根本很难去分配时间 尤其是到达乐你又想要去玩 又想要靠射手还是怎样的 那对我来讲 洪志克还教我怎么看电影啊 怎么写作 怎么去听音乐 当时最有名的是这个 John Rawls的《正义论》 每个文章都要组《正义论》 才知道什么事情是正义的 那看电影啊 喜欢看那个戏曲考课拍的电影啊 BECA 或是像西方哲学史 或是罗素写的 当时我搭的时候 这样一直读一直读 那音乐的时候 我那时候听到闪铃 哇 闪铃可以把台湾的元素 拿进去做重新组音乐 那时候我真的喜欢民众清楚 可是我也觉得他们真是厉害啊 那疾病的隐喻 这也是当时文青必须要读的书啊 书三方塔格 他把每一个 他把疾病 他那时候讨论的是 被结合 被结合在当时 才刚有自愈的方法 自愈的方法 自愈的方法 当你之前被结合是自治症 得了就一定会死 那 所以 得到被结合的人 他们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污泥 他们是 啊 你就是做了坏事啊 所以才会得到被结合 或者是 啊 得到被结合 有那种有种文字 丁丁的强 想燃烧你的生命 到最后一刻之类的 所以 书三方塔格 他把所有的 被结合的形容 全部整理成册 一个一个拆解 刚才讲说 疾病就是疾病 他本身也需要任何的意义 这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 因为他 教我们去看事情的本质 而是人云亦云 去听别人的意见 然后慢慢就把篇线累积起来 这本书就是在拆解篇件 然后后面他在 自财方塔格在 往生之前 魔术闯状况之前 他开始常识 去梳理SB 可是在SB 当时 不仅是不是资政 而且还没有机会久留吧 所以自财方塔格他喜欢 翻译的下去 原来他没有办法说服 大家用平常心眼光 去看那个自质车事情 然后 那时候还 每天去逛陈亭 陈亭 那时候第一家店 在 新竹部城河开路 然后每天要去逛 就在里面就感觉 我自己像这个读书人一样 这样有成就感 然后也去看 放球 去支援球盾 然后还组了会员会 我当时 就什么事情我都是很疯的进去逛 那 我最未来的对话 就是当老师 因为数学系就是当老师 以后都是当数学老师 每个人都跟你讲 数学系就是出来当数学老师 尤其现在跟祖师合并了 教育学程很好修 每个人都去修 教育学程 每个人出去都当老师 然后 那对我来讲 当时这段的课题 是我对自己有期许 大学毕业找到好工作以后 要相亲结婚 那为什么要相亲 相亲可以找 因为那时候 刚好有那个国外 比如说像中国新娘 或者像恋男新娘来 那我在想说 只要相亲大家行头一合 就可以来结婚生下来了 主一个家庭 因为对我来讲 我甚至没有办法去主动 自由恋爱去跟一个女生结婚的 那为什么 因为 因为当时 我就是对女生一点兴趣都没有 就讲很简单 你擺一点就是这样子吧 要大家注意 同时前年合法化的 两年前在合法化 那 第一个 台湾出柜的同性恋 叫西嘉威 他在记者会 是1987年 他邀请全世界国际记者来 台北的一家曼山老 听他讲说他要在台湾出柜当同性恋 那时候是非常大的行为 然后当我入学到清达2002年的时候 才举办了第一场台湾同志游行 那场游行 参加的人数不到2000人 所以 2002年我刚进来新华座 我是没有办法想像我一个同性恋的分分 要怎么样结婚成家 那对我来讲 一个有负责任的男人 就是跟一个女人结婚 然后生下小孩 其实他自己喜欢的 所以又怎样 我只是做一个家庭就好了 就很满足大家的期望 这就是我当时 扎落的时候 就记得人生规划 然后 然后 我最爱我普务山球 比我其中还惨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普务搞到山羞 而且还卡毕业 差点就没有办法毕业延闭 然后我支持了球队中心经业解散 因为各种迁读啊 什么原因这就算什么 然后 我从大三到硕二毕业 这中间五年 我有五年的时间 就是我的记忆大部分是空白的 因为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出了一点精神的状况 因为我先讲 后来我受班的时候 我去跟了徐志毕老师 去读生物数学 徐志毕老师 他是非常讲究 学术跟 他个人的兴趣分离的老师 他公斥公斥 他这个学生也非常好 可是他有受忍住的时候 他也会再讲 他那时候也百合时代 大家知道也百合是什么吗 以前历史应该会有学过啊 或是稍微提一下 台湾是1988年 解研的 可是1988年解研 中原判断条款他还没有结束 后来在1991还是几年的时候 好像92年 那时候 因为国大一直不退休的关系 然后 再加上新大师姐发生一些事情 交给台会案 那有人拥有禁书 然后被人用刑法一百条起诉 总统的事情 造成那时候学生非常愤叹 在中正纪念堂 举办了集会不肯站 闪开就是也百合 那时候许志毅老师 他有经历过 白色恐怖跟激原刺激 他跟很多老师 他就开他们的 自用小科蛇 在中正纪念堂 旁边spand up 只要遇到 政府开始派军队来抓人 他们就赶快带着学生 赶快跑 可是 还好 那时候没有进到这个阶段 许志毅老师 他设想的最坏的状况没有成真 然后 台湾也就退出了 动员宽敦词器条款 也结束了万里国会 他很喜欢 在不经整周去透露他这些事情 因为他 对许志毅老师 或是其他一些 从国外归国的老师来讲 他有数学的成就 他必须要在台湾 数学领域以外的地方 做一些事情 然后 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嘛 为了要当老师 我就去念教育学生 然后为了要当老师 我数学系 毕业的时候 还去那时候新竹高工 实习 可是 为了要当老师 我做了这么多 可是为什么我要当老师 因为别人做数学系 要不是当老师 有吗 有人因为别人做数学系 数学家当老师 现在自愿当老师的吗 有吗 我并没有否定你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是这个 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吗 我当时 到大三以后 我突然发现 我在人生 所到的20岁 我没有一件事情 是自己做决定的 我包含 进了清大 也是因为我分数 啊就是考的不够好 所以我才进清大 吗 我数学如果够好 我就今天才到电机了啊 有人是因为想要念清大 数学才进来的吗 希望你们能够坚持自己的路 但是就我来讲 谢谢你们 就我来讲 当初是指考 分数就是不够高 所以才念清大 尤其清大 嗯 不要扯 跟我们合并的学校好了 清大当时 整个学校 里面 分数 录取分数最低的 就是清大数学 所以如果你要 逛了清大 毕业 但是你分数都不够高 你最低最低的选择 就是清大数学 我当时就清大 我是分数所迫 我完全没有想要念数学 所以后来 这五年的时间 我到汉台 知道我得了刘雨晨 这五年的时间 我完全不记得 我做了什么事情 那 后来 我的教育学生修完了 教育学生修完 就要去考教育 教育检定 教育检定梯毯 考试教育心理学 里面的问答题 如何应对突然在课堂上大吵大闹的学生 那 他有一个标准的SOP 老师要马上结束这个状况 然后要把学生 代理座位 或是代理他 分岛的环境 然后好好的照顾他 然后维持班上的秩序 等等等等 那可是 我那时候 我脑海里面突然想到我 我那时候 班上的同胎同学 我高中同胎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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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曾经在课堂上大吵大闹过的同学 那每一个人 草闹的原因都不一样 但每一个人草闹原因不一样 你却可以用同样的SOP 去处理每一个不同的人 这不是很坤硬吗 这我不知道该 用傲慢来形容 还是 要用没有人性来形容 教育心理学 我现在想要用一以关的SOP 去解决所有人的个别的问题 那时候 教育心理学 我没有写任何的答案 我是空白圈交出去 所以 所以 当年 新大教育学生 98个人 有97个人教育通过 只有我没有通过 然后 教育是一回事 我受班也要DM 所以我受班那时候 本来我挑的题目是HIV HIV我当时对它也没有非常有信心 我讲过了我当时的志愿目标 要跟一个美好的女神向心 然后成立一个大家模范的传统家庭 有一个很爱自己的小孩 很爱自己的老婆 我们是很满足的 所以 HIV这个算是 算是一个意外 就跟他说许茨碧老师 他柜子也会没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他结束完了 然后他就会拿几个 他认为比较 比较轻松 像偷衣model 的东西 给硕士班的学生去练习 那时候挑了这个 HIV Infection 的问题 给我 这个model 是 从这本书 Evolutional Dynamics 这个 演化动力学这本书里面出来的 一个point model 他不是我最后的 老师给我的问题 而且那个问题我后来没有做 我后来放弃那个题目去做其他的 交互传统的研究 对 那这个model 另外是各途变的病毒素啊 然后 他有白血球素免疫细胞素 病毒复制速率等等 他进去这个model 大家可能看不太懂 我就先讲 这个粉丝的左边是速率 他一个paround就是微分嘛 就是速率 大家可以先这样子写 然后右边是现在的量 他互相的成绩互相加减 然后去 现在的族群的数量 决定了我下一刻 他会怎么样的演化 简单来讲是这样子说 那 我这个model 我到这里就维持了 因为我没有更深入的去看 我就只知道有这个东西 然后这是我后第一座 说论的 各个model 去通知力 我做班第二以后 我去model 当兵 我那时候是当时一个月 那 如果我没有当兵的话 我是觉得不可能 我会去麻祖这个地方 你们有曾经有想过 要去金门的景区搜 或是有去过的 金门应该会比较多 因为金门他人口比较多 但是麻祖应该是不会有 这是我那时候当兵的营队 我后来在18年 就是两年前我回去的时候 整个营队已经飞机了 就是荒山 就那个荒郊野外 然后整个建筑物也都放起来 不让你进去 可是大家看哦 这个营牌 这片云其实下面就是海 我是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地方当兵的 这对我来讲是非常神奇的体验 因为 在我这个营队上面 80个人 首先没有一次大家是全员集合过 没有 因为总是有人会回台湾休假 那接着 这80几个都不是麻祖人 都是台湾人 是因为各种原因 是愿意是因为任务的关系去麻祖 那义务一个少年 我抽到去麻祖 我抽到麻祖的那时候 我打电话 我在嘉义中坑进去 我打电话 我妈说 妈我抽到 我抽到麻祖 然后 我妈马上就哭着我 你为什么要去麻祖 我就说我也不愿意啊 可是人很奇怪 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而且跟台湾完全断绝联系 你反而会怎样 会更珍惜你现在身边的人事物 我妈妈说 在这个营队过得非常快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 非常非常的 要说是人质 法治的融合 我也是会觉得非常的 诡异 那总之 在那时候连长 他带领的非常好 那底下的人 他们也都很信在对方 我们 我是做事官的 然后跟底下的阿兵哥 那些阿兵哥有些是大学生 有些是杀了被判了六年半 然后分到七年 所以 初女以后马上被丢到麻祖来 不怕你逃避 那我们那边有很多清清色色的人 但是我们都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要平安退步 然后回到台湾 那这个当兵的经验 在我来讲非常的 是我人生这样重要的体悟 而且它影响到我后面人生的一个决定 我后来策务以后的地方工作就是到台积店 那 大家在台积店的印象应该都是这个吧 前多市场离家进买车买房去老婆 幸福台积店 每个人都说台积店是幸福企业 那什么叫做买车买房去老婆 我第一 我刚报到过了三个月我试用去过 然后我的副理约谈我 他把那个 车的目录开出来给我开 然后问我说 我回去 你有没有想要买什么车 这个车 我觉得还不错 新发售了 而且看起来你的薪水可以出单 投机款 应该对你来讲也不是问题 然后我就跟副理说 副理不好意思 我 不会开车 那 他就作罢了 可是我有 跟我同期进去 有另外一个人 他 就听了副理的建议 他买了他人生第一名车 很瞎发 他是每 我们本来骑机车上班 他后来就每天开车上班 超爽的 然后再过了两三个月以后 副理又单独越南我 他说 微君 那个我们南科 附近 新式三化 房子一直改 而且房下 却长越快 你现在 如果不在这里 买个房子的话 你未来 除了房子 你会没有自己的窝 然后你买房子 会越来越辛苦 你有考虑要赶快买点房子 然后我跟他说 副理我的手购 已经从我爸妈手上 买下来现在的房子 所以我已经没有手购 贷款的优惠 然后他说 好棒 可是我那个 跟我一起进来的 那一位同伴 他听从副理的建议 他去买房子 那 接下来再过了两三个月 副理问我说 微君啊 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 我说 没有 嗯 我们在离婚有色啊 那些妹妹啊 都是我们人之里面的小姐啊 因为想要去认识 我实在是没有心情去理她 但是 跟我一起进来的同伴 他听从副理的建议 你跟她的姓妹出马去婚了 我第一份工作 在产线我带领的38位小姐 但是 小姐是我们对技术员的简称啊 里面当然有男生 可是男生不到十个 呃 呃 不到五个 三十几个女生哦 我第一次我就带领都将近四十位 而且都是做超过五年的作业员 我是课长 他是我 下面的技术员 我打他们的卡 然后我要记住一百个 六位英文素人机台 例如说 呃 BCHPA1 呃 你听这儿子吗 只用BCHPA1 那我记得 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是做65mine的机台 是做ACPBSG那个制程的机台 那什么ACHCD3 然后你知道吗 什么是ACD ACHCD3 那个是square 是新型金元的机台 这种六位数的机台 我要记一百多台 为什么 因为 我在值班的时候 总是莫名其妙 助理就会call我 诶 你那个机台怎么都没有拨过 那机台显示太久了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每五分钟 每十分钟 他就会打电话论文 到底我们再看些 我们发现 请你进来 不是在这里麻烦的 你现在线那么乱 然后每个货都没有弄出去 幕府们都没有打到 你到底来上班看什么 然后我就被迫 我记一百多个六位英文数的机台 然后每 我每五秒都要切换一个屏幕 每五秒切换一个屏幕 我就怕每一个机台 哪一天 埃头做了 露子做了 没有弄过 然后我就慘了 那 那在台机你要非常会喝酒 因为大家压力太大 每一个月 每个月 我们这个部门经济 可以跟 部门的同伴 不是技术员 是同僚 跟同僚出去喝酒 每个都在拼啊 啊 每次拼完酒 我怎么回家 我都不记得 因为那时候这个酒家并没有 那家并没有非常的激烈 我每次最自豪 就是我喝的最醺醺 喝到不行的人 所以我会被自己急急退回家 那 那 那时候我唯一参加一次 因为我在台机三一年一个月 我参加唯一一次尾牙 我底下的小姐非常恨我 因为我对她们压力这样大 当我机台因为 idol 露子的没有乱过 被 处理骂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是找小姐出气 因为我才刚出社会 我不知道 我也以为 公司像军队一样 上面的命令下面是要达成 所以我一旦看到下面的人 他让机台很露出我 我就认为是他们的问题 所以下面的小姐 对我骂的体育完肤 每个都这样恨我 在 在尾牙的时候 每个人都拿五八高粱 一杯一杯跟我干 然后我就干了三十八倍 干完了两瓶高粱 七八五十梦 那 后来我的小姐 因为现在刚好不努力去认 我的小姐 一个Leader做了十五年 一个副Leader做了十年 我们是自动产线 所有东西都是自动化 可是有一个 那时候 iPhone iPhone 5S 准备要出的时候 因为5S 它那个镜头 非常的特别 它是inbatting system 它本来今天是在镜 它本来今天是在镜头的后面 现在把它改移成前面 然后把它粘起来方顶住 那这个非常新颖的技术 所以基台都是特别定制的 所以自动化在那一边 就稍显不足 然后刚好有一个 有一个 研合25片 在那个基台里面 就发生了浪 他们可能 资讯快速不出来 到那个 到GIGASAP的 的系统里面 然后没有办法完成 出入障 然后就浪 就发警告 那本来 台机的自动化 它是可以自动去解决这个警告的 它会去探索说它发生了什么问题 然后系统自动去 去帮你做 会有一个虚拟的技术员 帮你做完这件事情 那人 肉身的这个技术员 只是去监督说那个 那个整个过程 有没有刷锋而已 那可是因为这个新制程 它自动化并没有 测试得很往上 它就上线了 所以变成要手动出入障 制程工程师跑来 仔细看了 这25片 已经全部都做过制程了 没有问题 你们只要手动出入障 把这个站点给 给进去 然后再手动拿出来 就是作战 电脑作战 你只要手动出入障 然后 放到下一个制程 就没问题了 然后两个小姐 一个Leader 一个Veader 她们都听到了 然后还给她们纸本了 软卡 让她们再用纸本 去follow SOB 一步一步做 都已经 乱过制程的产品了 她们就把它丢进去机台 从中一次 后来我问她们说 为什么明明已经做过制程的产品 还把它丢回去机台 为什么 到为什么的时候 两个小姐就开始哭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丢进去 我不知道 两个人见鬼啊 因为人做事情 然后在那个 那说难的灯光下面 看了那个 软卡 然后两个人就像被睡眠一样 工程师跟他们讲 不要做事情 他们就去做了 然后 后来就 因为这个自己报备了25片 而且延荡了苹果 它出iPhone 5s Fentom的机会 延荡了一个礼拜 因为他们不小心做错 让苹果延荡了一个礼拜 那我身上背负的压力 就是要向上面的人解释 为什么我们会做错 所以有一个叫做 午饭的occasion 你们未来可能在出社会以后 在企业里面会遇到这个事情 当你犯错的时候 交入自己为什么 为什么 你会做错事情 因为我没有遵照 制程工程师给我的指示做事 那接下来叫问 为什么你没有遵照 制程工程师给你的指示做事 因为我按照我自己的经验去判上 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对的 然后接下来 为什么你要判照自己的经验 他这样去依照制程工程师 先去做 这有点像什么 这个报告我写了半年 写到我离职 那个 那个副经理才勉强接受 因为他在不接受的话 接放我的那个人 他根本没有义务要去写这个东西 没办法解案 这东西我写了半年 每次写都被吹 每次写都被吹 因为到后来那个 郭经理跟副理 他就直接跟我讲说 你完全不认为这是你的问题 你出错诶 你出错怎么可以不检讨 诶 是你下面的技术员犯错诶 你课程怎么带着 那我怎么带着 我那时候在他们接电话 我怎么知道 他为什么会把 台北再重新丢进去机台 那九点为什么会流进去 就见鬼了 很多事情就这样子 你一个字的话 通常你要人去做事情 要人做错诶 然后你还一直在去问他 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这是什么 自我弊动 没有 没有人性的自我弊动 那 后来啊 我往那时候的习惯 因为我是做二修 做两天修两天 然后我在休假的那两天 我习惯从台南搭高铁 到台北的夜店 在里面狂欢 狂欢完以后再去台湾两次的家 然后在台北玩两天以后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台南 这样才能够发现我内心的压力 我后来有一天我在全市政府站 全市政府站 全市政府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它那个市政府站 跟北辽比塔百货中心的一个草地 那个草地很像说是公园 因为没有什么整理 但是那里面有放一些椅子 然后都在台北的夜店 跳舞跳到累了 然后我又不想驱逐余光 清晨四点多的时候 我就去像流浪爱人家 躺在那个椅子上面的天亮 然后天亮了以后啊 因为信仪区嘛 大部分都是金融业本 集中比底大概都出来上班 啊因为我做了休了 他们上班就是我休假的 我就坐在椅子上面 看着他们 这样来来往往 替这公司找走才走去 我就发现有一个感觉 我不想做了 我为什么要自我批斗 为什么要把自己像 工厂人的螺丝钉一样 完全像自我自己的人性 我不知道我在这个公司要干嘛 所以我就提理事了 这是我人生 第一个帮自己做的决定 就是 我离开台积电 因为 我加入台积电也是人家的期望啊 哎 你加入台积电好棒哦 未来想要加入台积电几局所 那 没关系 不要紧张 以连电或台积电当标竿 未来想要 未来想要卖出这两间幸福企业的起取走 有吗 有 买车买房去老婆 买车买房去老婆 我跟你讲 在台积 我那时候十年前 我十年前 我在台积只要待满两年 有bonus 两年总收入是240万 买车买房去老婆 绝对可以 轻轻松松 而且第三年开始的年薪 就是超过于台湾 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而且时候越来越高 台积我离开的时候 股价是80块 现在已经是430万 什么待遇值会越来越好 但是 待遇好跟你想想要这个生活 这两个事 我那时候 终于我人生第一个 替自己做的决定是 我们要离开台积电 然后离开以后 南科是一个沙漠 我什么事情在南科 我都得不到满足 我没有地方忙 我没有地方去买书 我没有地方去 因为那时候 虽然手机已经有残局了 可是台积是不能够在 有通讯设备的手机进去的 这个大家知道吗 这个叫PIP规定 台积不可以在有照相功能的东西进去 也不可以在电脑进去 所以我买了那种高级手机没有用 那我没有交友的管道 我也没有可以买的地方 我只好每次下班的时候都 搭高铁去台北风 刚才这个model 这个RUKQ这些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constant 都是一些常数 那这个model里面他会跟你讲 如果R乘U小于K乘Q 什么意思 如果病毒复制速率 乘上病毒的杀伤力 低于免疫系统增长速率 乘上免疫系统杀毒速率 如果你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那你这个病不要治好了 那就不会再复防了 那对于赛花的治疗方法 最简单的就是你开刀 把那个病灶拿掉 那个充满绿波性病毒的 那一颗一颗 你把它全部手术接触掉 那你的免疫力 就会直接回到的水线以下 HPD得过了以后 病毒会永远存在你的体内 你是永远不会完全治愈 可是你也不会再发病 那你的免疫力还在你的话 那这是检查单体内 而且你没有传染的可能性 因为你contact的那个 其实 不会满足够常常人的条件 所以我现在HPD就完全治好了 那这个就是HPD model HPD model跟刚才HPD最大的不同是 你的 刚才的不整治被破坏了 刚才不整治是 RU小于KQ嘛 但是如果今天 RU 它的成绩大于K乘Q 可是它低于K乘Q加C乘B 那 你们可以去想 这个model它背后代表物理意义 就非常奇怪 这个是ODE的结果 这是维生方法 它正理算的结果 这不是我们凌空想像 或是用各种社会学的逻辑去解释的 这个是ODE它分析的结果 我们详细的计算过程跟验证过程 我们就不复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说跟徐师弟老师去学 常委分析证科 你就懂了这个分析的 那个说实用工具的过程 但是如果你今天满足了这个不准事 那你的疾病 你的疾病一开始 会被压得非常非常低 这是你没有发病 可是总是有一个 有一个时间点 到了这个时间点以后 到了这个时间点以后 你就发病了 你就发病了 而且你的病毒量会要越上升 无法控制 但是大家对HIV的理解 一开始有潜伏期 跟常人没有两样 可是到最后过了一个 产生点 那就发病了 就是转件成AIDS 所以我后来开始慢慢的去看 HIV的相关的知识 那 这个是从 那个 卫生区域区域管署里面下来的数据 在2004年的时候 台湾的艾滋病代表 突然间 他的新增人数都暴增 难道是因为那时候 从新年发电特别多吗 不是 因为那时候在台湾 海若伊大的流行 那时候 大家都在大海若伊 然后共用针头 所以 艾滋船来的特别迅速 在2004年的时候 台湾艾滋船 有的第一个主因是 独立共用针头 所以后来 卫生部疾管署 那时候 那时候还是卫生署 还是在 那个行政院下面的卫生署 他们就开发了 美沙中计划 用一个替代式的 很像 海若伊的感觉 但是他不是毒 他可以慢慢帮你借 用美沙中疗法 而且他们在公园里面 贩售 灯头 这个事情 当时有非常多人抗议 你在公园里面 贩售干净的灯头 就是鼓励吸毒 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论点 你供应给他们 让他们很方便的吸毒 所以你就是鼓励吸毒 可是 当 那时候的卫生署 推行的这个 美沙中疗法 跟 那个干净的灯头供应 在公园里面供应的 这种症状以后 海若伊的流行 就减缓了 到现在就几乎没有了 现在用到的大宗是安非他命 不过这不是我现在最讲的重点 那 到了2009年以后 又开始慢慢的增加 这个增加就真的是因为 艾滋在高危险族群 就是男同性恋里面 开始不受控制的流行了 那这个流行中间 我们做了什么措施 鼓励大家戴保险套 可是 鼓励大家戴保险套 然后校园里面贩售保险套等等 那他当然 有效率的取得保险套 所以 这等于是 没有一个正确的 没有一个正确或是当时还没有发现 很好控制的方法 这些都是科学 这种控制方法 是现在的 工卫体系 就 工卫啊 或者是医生体系 他们在研究的课题 这些都是科学 那为什么在近4年 每年是以10-20%的处率在研究呢 那因为 现在有个技术叫做PREP PREP PREP叫事前药 PREP叫事后药 吃了以后 你跟有艾滋病 传染病的人之外 你也不会被感染 它有一些副作用 可是你只要在性行为的前或后一定的时间内吃的这个药 你就不会被传染 那很多 很多喜欢做爱不带到的人 他们就用 那个 现在已经是卫生福利部了 他们用卫生福利部专案 给他们补助的钱 他们去买了事前事后药 然后 很明显的 真的有控制出了 艾滋传染的数率有下降 而这个政策 现在在取消了 因为 有部分的保守团体说 这是鼓励男同性恋作啊 可是男同性恋 你不用鼓励他们也不会啊 我不晓得啊 我不晓得啊 不晓得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在 9月2号的时候 今年9月2号 就前几天 卫生福利部有回一封信 这封信是说 人体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防治条例 等等等等 这个名字很长 这个法令 这个法令的名字很长 他第21条是这样子讲的 你如果得了艾滋病 不代替客人做爱 你会被判9年以上有几乎行 可是法令是这样子定的 但是我们现在 以我们像科学技术 2016年 已经有很严谨的科学证据证实 你只要体内的病毒 控制到受不到的情况 那其实你是 也许然越大越准 你个人做爱也没有感染力 所以台湾的法律 就变成构陷人入罪 这个是一个四线案 因为台湾进行的四线案 有一个叫做屏东艾斯斯案 他已经把自己体内的病毒 控制到测不住 而且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跟他狂欢的族群 每一个人和HID的代言 可是他跟这个狂欢的族群 有一个人有感情纠纷 那个人就去法院告他说 他做案不太 他是虚异症的 其实他证明自己完全没有感染力 那医院也出去没有感染力的证明了 可是根据法令规定 你有HID代言 不但他要跟人说案就是要被管 所以后来庭中地院判差11年 这个是庭中的差11年 这个是庭中的事情 那现在他还在做老公 而且有律师在帮他打四线案 认为这个法律已经太过了 违背了科学的解释 那我们想要去推动修法 我们也请了在这种修法说 你应该要符合法院与医学的证明提案 就是2016年的提案 那个证据说 你的病毒测试不到就不去感染性 所以21条是错误的 你不能够假设每一个代言者 他会有感染病 那我问他问问为什么 他说 传播风险之95%信赖区间估计上见 虽然极小但是大于零 你这边想问你郑彤老师 对啊 会服部 你在干嘛 然后他在那边加一句 且即使病毒要测不到 我们无法避免感染其他性残染症风险 我在问你H&B跟我讲这个东西 拿A扯B 那我唯一的回应就是这样子 你走在清华山里面被GMI砸死的风险 95%信赖区间估计上就有大于 有样子力学的很大 那根本知识的人都很同意我的说法嘛 你遇到任何事情的几率都是大于零 因为这是一个量子的世界啊 那你的统计意义在哪里 所以现在是2020年 那大家也都来清华念说 可是你们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负责执行法律的人 他们很难跟上现在科学的角度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差不多1986年 齐嘉威他在 他在台北班当好开第一场记者会 台湾第一位出贵的男皇子 到现在我们都还不停地在推这个东西 让法律能够跟上科学的实证 那后来我在台基离职了以后 我重新躲回来母校 那我是经过我塑班老师去自闭教授的时间 我去旅中斤教授 旅中斤教授有人认识吗 没有人认识的很好 那旅中斤教授他是电机器的老师 那他虽然是电机器的老师 但是他做的研究是比较接近数学的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带到他冷下 那他抱着满心的期望 跟我讨论很多基率统计的事情 我基率统计我有过 而且我基率跟统计都差十分隐藏过 然后讨论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他就跟我讲说你基率统计的东西很好 不是我要的 因为你完全讲不出 基率统计在做什么事情 你连定义都没有办法跟我解释得很清楚 我没有办法把我现在的问题跟你分享 然后后来磨了大概一个多月 他就跟我讲说 那我会带到对我的时间 我是数学硕士毕业的四年了 我才回报帮你们一下 我有硕士的毕业分数 然后他跟我说你带到对我的时间 我是很精心尽力的再去回应他的问题 后来 这不是我心态有没有正确 而是我所得到的 我真的保护到的知识 并没有我想象中 我能够非常坚固 读博班跟读书班真的不一样 博班就是要非常非常的理解 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从原因背景 整个脉络 到 他这个知识的来源 以及到最后 那就是学随机过程 那 通讯理论 随机过程 数学信号处理 这三门课 各位同学 如果你觉得数学系的课非常容易 或是你不知道数学系未来要做什么 那电机器 通讯所的课 随机过程 数学系的课 那 数学信号处理 跟通讯理论 这两门课 麻烦各位 有机会可以试 为什么 因为这三门课 尤其前面两门 你所有讯号处理 跟通讯理论 你会的话 你基本上 你可以进到 包含连电连有任何一家 有规模的公司 因为你停交这两门过 他们就认为你有能力 你就跳脱了理学院 你可以直接去电子院 他们边去做 现在大家梦想 百万年薪的工作 谢谢老师 所以 大家可能应付自己数学系的课 都已经应付过完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野心的话 我建议 电子学院 或是通讯所那边 有关于数学的课 大家可以去 去修 去跟那边的同学们竞争 你会得到不一样的出入 你不会再以为 数学老师是你唯一的未来 好 那 我那时候 博一 也是磨文二二 因为老师要求我 要重新回去修基率统计 他甚至 要我当他基率的老师 那个助教 他要我当基率的助教 这样我才有机会 不浪费时间 跟着大学部的学生 一起重新温习基率 那我也同意了 我被老师胜不错 我真的读得很满 那 我就要再重新这个学术的 磨练的过程 其实我那时候一直以为 我在台积 已经厌倦了业界的发展 我不想要在 公司里面过生活 我可能就要 我不管几年毕业 七年也好 十七年也好 就是要在 电机器拿一个博士 然后出来在学校里面教书 我独立于社会之外 可是 后来有些事情发生了 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 从做修事件 知道好 这应该不会错令你们太远了 我们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 台湾要一个礼拜就退伍的人 就这样子在群职里面 大家还记得吗 我那时候在马祖的时候 马祖天高皇帝人 完全 台湾没有任何人可以操控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自治 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安退伍 而且平安退伍是我们唯一的 共同的希望 然后你现在把一个 成大的硕士 退伍还不到一个礼拜的人 高时在群职里面 那时候我们超级愤怒啊 这是我第一次走到街头上面游行 那时候总共有三十万人 在最后 我那时候因为人紧不进去警服门 我坐在台大医院旁边 后来客户者从我身边跑过去 他可以受邀上台演讲 讲说 这个事情 人民没有办法忍耐 公民的力量要起来 重新去回应 我们这个社会 对所有不公不一的压迫 然后对 每一个人 重新去定义人性 不要让一个人 就这样不明不满的实在群职里面 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后面的所有政区都 大概可以演呈出来说 这其实是一个意外 可是为什么这个意外又发生 这整个系统它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那这个洪宗秋事件最大的 在台湾影响 就是让陈平时期的军法审判 回归一般的房间 这是我们当初做到的 那 后来我们有留下一些遗产 就是像当时主判这个游行的 1946年龙 他现在转移一个叫做 握草的一个民间组织 现在还在持续的监督立法院里面的事情 那参加完这个游行我很满足 我跟老师讲说 老师 我觉得台湾公民的力量有起来 我好像 我以前都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个螺丝币而已 我没有任何的 意志 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 可是我现在好像可以影响到社会 只要有30万个人跟我同样的想法 我们可以去推动各个国家前进 然后老师跟我说 围军你这样的想法不错 我很赞赏 可是让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问题 你知道什么是除茂吗 服务贸易协定 因为台湾影响很大 有什么都没有关系 有一天我就 大概三月多的时候 那时候我隔天反而要跟老师议议 我要做那个国论的议议 最后老师突然间传简讯给我 他说 微信今天不用买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出现 然后后来看电视才知道 立法院出事情了 老师带着 你这一男神维艇同工厂 一起爬进去立法院 李宗金老师 那他说是台湾教授协会 他就带着大家一起爬进立法院 而且他很厉害 因为他只有头两天 他跟我没有办法迷抵 第三天以后 他降着梯子 从立法院里面爬出来 再回到学校 然后跟我们上课 上完课以后 还跟我做个人迷抵 迷抵完然后再开车回去台北 然后再爬着梯子 再爬进去立法院 他完全没有荒废他自己的职务 所以我只是跟着教科技来看热闹的 我那时候前几天 因为老师他有赞助我几张车票 我就坐着新竹客运 然后一直到立法院 然后坐着我也没有入书 因为我觉得睡在那边很难过 所以我到那个 新竹客运最后一班车的时候 我一直到新竹客运乖乖乖的回来 然后 后来在323那一天 我就看到大家就很浮动 因为那时候立法院里面在吵架 有两派学生认为 就互相指责对方不是 有一派认为要更激进 他就冲出去 然后就把学生院的大能给 然后大家就这样 我因为不是跟着乡进去行政院吗 我说 诶 为什么大家都进来的 然后我看着我反正我就进去了 我那时候在行政院 大门进去的右手边 然后 大家都开始丢石头去打桌里 要爬进去 然后后来有一个人踩着我的肩膀 然后我定眼一看 这是谁啊 林长佐耶 陕琳是主唱耶 我本来是听CD的 我后来终于看到本人 看到本人的一件事 是TODL的肩膀 他就去行政院 那 这是我 现在手机应该还有的照片 已经非常不清楚了 因为现场都是水啊 因为那个水之后 就开始进来喷人 然后警察开始要出来赶人 那警察都是把警棍取起来的 然后我现场就看到有人被打人 把头都是血啊 我是很认证啊 那 为什么会讲这个齁 因为我那时候在修的是量子力学 量子通讯啊 这一本 我那时候去信搜的时候 每天要带着这本书 因为老师还在上课 老师并没有 因为爬进去立法院 他就停课了 没有 他还是继续在上课 他还是继续在出集体 他还是要我们考虑中考 所以我只好拿着课本 一根根植在立法院里面说 这一本 量子计算跟量子通讯理论 这一本 只要大家有基本的 线性代数的知识 你就可以不动了 前提最后老师带你一起念 那这个是 前阵子最夯的啊 就是 原来是在帮给特币的 只要大家都在不量子 那对我来讲 他的功用是什么 因为我看到有人被打人 你就随时带这本书 放在我包包上面 只要有警察 哪有警方要来打我 有做我聚起来 真的很厚啊 你的电话数不一样 这本书最后最大的功用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这本书我看的不到四分之一 老师上课之一 上的也不到四分之一 他讲太深了 可是 这本书对我来讲的意义没法 他至少参与我生命多数分 被我拿来拿出来 这本书有名啊 大家可以拿去 那 我后来 我后来发现 我再老实讲说 我感觉好像可以影响社会了 可是 自从经历过太阳化以后 我就 我确实完全不是局内人 我只是真的抢尽头人 真的 我唯一的贡献 所以我就给李扛索插了肩膀扒进去 但 我发现 如果我身上没有钱 我没有人脉的话 要遇到这种三四万人 五十万人 四四万人在一起集会 然后推动社会的政策 就是向前行改造国家之类的 真的很困难 我 后来发现 学生能做的真的有钱 所以 我在 太阳化事件过后 我就跟女中心老师讲说 我不念了 我要回来 念 我要回来做工作 因为我工作我太有钱了 有钱我才能够做自己想做一次 我后来去 原版科技 那原版的话 我离开的时候 它股价是十八块 在昨天它应该还有一百二 最高一点有到一百四 我做了第一研发工程师 他入取我 是因为我有数位讯号处理的 博士班斯科考通过的基础 因为数位讯号处理 他就决定要我去做音讯研发 要进去以后才发现 完全不是那为止 因为他们的数位讯号处理是实作 是实际上有拿着 变包版新加变汉东基的 我只是独理论而已 所以我进去以后大家面面相去 不理不知道入取我来 要干嘛 他只好发现我去读一些 音讯的理论 降噪 那我现在看到最完美的降噪的效果 是苹果的二代iPad的耳机 那个降噪技术 我当天还不知道它是怎么打成的 但那个就是我当时做的工作 所以我在2015年的时候 我重回南科沙漠 附近还是什么都没有 没有玩的地方 然后没有可以认识人的空间 可是差异是那时候已经有4G的手机了 我可以拿手机去交流 可以认识很多人 所以我至少在那时候 我没有觉得很孤单 而且 原展这间公司它很好玩 它是上市公司 可是它的资源 大家以后不去测会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 有一些 资源不够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克服 我们是做音讯的 所以我需要一个无声室 可是无声室 你盖一个 像这个教室空间量大的无声室 去买500万以上 你才能够符合国际验证规格 那时候我们研发 不要说钱了 我们连盖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就要吃出产品 然后要去研究 那个产品硬的效果怎么办呢 我们把一个冰箱 这些冰箱拿来 然后那个护理把里面冰箱 全部都那个 里面的电源啊 什么 电路板全部都抽走 然后在里面贴西面 贴贴贴贴贴 然后冰箱一盖起来 就变成一个无声箱了 我们就用那个无声箱 做我们的音讯研发 然后它给我一些 启发啦 例如说 一个会议设备 会议就是 要有声音传递 我想画个远关人的地方 然后我也要看到远关人的影像 那所以 给大家一个问题 你认为一个会议设备 传递影像跟传递声音 哪个任务比较重要 认为传递影像 比较重要的其举手 你要看到对方的人像 你看 有一个 你要看到对方的人像 会议才能成立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 声音比较重要的其举手 OK 声音比较重要的比较多 没错 会议 通过电话 打电话 看到对方影像 然后你的 句文字能够传递过去 那你的会议就成立了 所以 一个 可是这个 那个 会议设备 它里面算资源最多的 其实是影像 所以我们常常为了迁就影像 然后去牺牲音讯的资源非常多 这个 我们那时候 扣的时候 哪些资源要分配给影像 都跑了非常久 那 软体的部分 我那时候进去 我反而要用 那个 Maylab 或是minitab 去做一些 我 研发一些音讯的处理的演算 我要去做模拟 后来公司跟我说没有钱买 我们不像学校 你要Maylab 我要minitab 你去书书馆 我们就下载就好了 他说我们那边不行 我们用盗版 被抓到 那是国际款式 没有办法出单的 所以我后来 我就是 不仅仅用一些替代的方案 有些免费的团体 可是它跑得非常非常久 我开发过程 其实是很不顺利的 那后来公司 请我过去 那时候 我说我没有写扣的经验 他们同意 他说那你就去研发音讯的 演算的逻辑 能够让声音传递出去 很好听 工作就达成了 可是后来 最后年度要停绩效的时候 我的绩效 零 因为 我研发出去的东西 没有办法落实到今天上面的认算 没有办法用西口写进去 资源不够 所以我那一年 不仅没有加薪 还被上面的老板询问 他们说请这客人进来要干嘛 那 到最后 会让我离开 原展科技的时候 是因为我老板跟我讲说 会议设备的因子也要好 因子要好到什么程度呢 要像那个 那个Jobra的喇叭 或者是 那个BOSS的喇叭 你们有在 有在那个 苹果的账卖店 有看到那个BOSS的喇叭吗 他说我们会议设备出去的声音 要跟BOSS的喇叭一样好 我说你那是开会开演唱会 你给我这种有限的资源 然后我完全不会写扣 我已经很努力的克服 好像跟我讲说 我这半年内 三个月内看到的成果 我的 我的产品 要能够赶上这样子的地址 我后来不干了 那 我 转到 新竹这里来 我回来新竹这里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改潮换载 就是 经过了2016年的 总统大选拟 然后是正常换载 然后那时候 其实我们都觉得 这个世界越变不越好 我们三十万人五十万人出来 真的 让这个社会走到我们想要走的地方了 那后来 我到 到那个 波洛威的时候 其实波洛威为什么会录取我 我刚才已经32岁了 32岁对 业界来讲 是一个 非常不友善的年纪 你如果没有任何职能的话 是不会有人请你去当新人 再重新训练你的 可是 刚好波洛威那时候的 品宝的 品宝的经理 私针经理 他是轻大数学的 然后 他看到我的履历以后 跟我讲说 马上来上班 因为你是轻大数学的 我跟他说 我旧的工作还没有辞职 他说你赶快指一个礼拜内来跟我报到 那因为我 刚才我有讲过 跟我前老板有个不愉快 他要求 没有办法达到的品质 所以我就赶快跟他提品质 然后就 回来 回来新宿这里 这是我第一次回来新宿这里 工作 我也之前找不到新宿的工作 我2016年底 我重新当最老的新人 然后 平保的计刺会重新 我根本就 从来就知道什么叫平保 就是一个一个 慢慢慢慢的 再重新念起来 什么叫做品质系统 然后 什么叫做 high quality 然后 什么叫做可靠度 我现在讲的东西 数学 其实 基本上都不会 我知道的 因为那是一个业界的规范 可是 有其他 我知道了啦 中之背以下的数学系统 我鼓励他们的学生 往平保这里走 因为平保是需要一些统计体制 给他们做参考 然后 那时候 我在郭二威的话 其实都是早离家近 我那时候有五万个夜市 然后 我住在竹北高铁旁边 就是过得非常爽 竹北高铁旁边 就是非常美轮美快 然后每天骑着机车 经过经过脚 然后到主科上班 而且我还完成了 第一次的办法完赛 非常开心 我连岸我也可以跑马拉松 我这边停住 现在也可以跑 然后 到17年的时候 大法官事件 总是婚姻必须要合法 我整个化民法之风生效 那时候超级开心的 我来特别请假 跑到立马院旁边 然后 终于等到了大法官事件 耶 可以结婚了 然后 2018年 我们就被允许结婚了 因为 公投的结果 说你们不可以用民法结婚 必须要用 互加盟定义的 那种什么 同性婚 把香菠花割下回去结婚 那结婚也是他们姐 我也不晓得他们 怎么有权利给管到我们 所以 我那时候就很深刻的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真的有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吗? 我有拿到我的目标吗? 那 那 五个坏的可以签选 一个一个问 我是谁 然后 我是赖维军 我是清华毕业的 那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 要有钱 能改变这个社会 那 你想要改变社会 什么? 最后来讲 什么是最关心的课题 那最后来讲 如果性体是最关心的课题 那性体里面什么课题 是你要先打高的 这张照片是 我在 2018年 10月26号 就是那时候 地方选举的隔天 那时候大家非常非常沮丧 在那时候高雄的同志游行 就是在那天举办 现在很多人在哭 因为就觉得这个社会 就算是事件通过了 还是放弃了他们 然后那时候 我 跟我合照这一位黄洁议员 他有参加游戏 然后跟他合照 后来发现 因为黄洁议员 他从参选高雄市议员 到选举的时候 中间没有超过100天 他非常临时决定 要投入选举 而且要选上 我后来就觉得说 我要达成一些目标 我后来决定我的目标 是要修 后天每一条21条 我要把那个 不合科学逻辑的法条文修掉 但是我要修 我又不是立法委员 我也不是台湾的公职人员 我什么都不是 那我们要如何去认识 跟我自统造合的人 要如何去推动那个修法 对我来讲 这反而是我现在 用钱 可以努力去达成的目标了 那我要付出一些 钱跟时间 还有能够投入的群体 所以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我决定要投入一个正式的选举 我决定要投入一个正式的选举 这是我 然后这一位是高玉婷 他现在是 实在力量党的大副席 这一位是邱显智 他是现在的立位 然后这一位是你们的学长陈维婷 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陈维婷 我不是在选举认识他 我是在选举的时候认识他 那 因为 我问了几个立委的候选人 高玉婷他有很明白 明确的跟我讲说 他当选立委以后 他会推动 后天明一条一二十一条修法 所以我就决定 我要帮他 我要帮他在新组选立委 那 在新组选立委 我从投入到 开票 中间也是刚好一百天 这一百天之内 他从民调度到十% 到后来新组选立委选举三分天下 这其实中间是非常魔幻 而且充满了奇迹的过程 不过 即使 游行 游行 激情一直 顺便是永恒 我都安慰自己 那选举的过程非常美好 可是后来还是没有选上 可是 我又有一个收获 每个人都说新组不好玩 每个人都说新组 吃者最好吃的是卖办法 然后 玩也找不到什么地方玩 可是 新组每个夜市 因为选举的关系 我必须要帮忙讨伐 所以我 玩过了新组每个夜市 假日花市 水路夜市 树营头夜市 青岛屋夜市 香班内湖夜市 这些夜市讲起来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而且甚至 譬如说像香班内湖夜市 你问东区的人 他们也可能不知道 那鼓励大家 多多去发掘新组的 发财晚上可以逛的夜市 这些夜市都蛮好玩的 那 我后来 在 选举完了以后 到现在 我在思考此次此刻的我 我现在没有车也没有房 那 我现在是有了一个男朋友 可是我也还没想要结婚 所以 这对我来讲 不管成家的地方是男性 女性 对我来讲都不影响我现在的选择 那我 博物正业 因为我数学系毕业的 可是我 做的东西都跟数学 比较没有关系啊 那我们也 没有在通讯领域 我的博班根本是做通讯的理工系教授 可是我后来我也没有做通讯 就是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你从一路走过来 你会发现 各位可能还没有感觉 各位现在是18岁 你们现在还有在跟 国中或高中同学联系 可是一旦到我这个年纪36岁 你会发现很多同学 就自动自发 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了 可能 你们一开始 在高中的时候 每天都会打球 每天都会拿雷 这么好的朋友 到你上大学 到你出社会以后 会自动消失在你的生命里面 我经历过太多了 有时候他从来想到 这个好朋友 怎么自己也没有联络 就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尤其在我开始 接触政治帮忙在学的时候 有清大数学 同学 我本来感觉跟我们要好的 现在在 天天在演书上面 骂我是敌国的同路人 有啊 每天都贴文帐 然后故意take我啊 他说这是你们 敌国同路人的想法吗 就这样挑衅我啊 每天每天每天 每天每天都这样take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到底哪有时间 去转入那些文章 然后每天都take我 我问我的意见啊 他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 一路走来 其实我 我上次很多东西 我的朋友圈 会不停的洗牌 我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新人 进到我的生命 然后会有不同的 不同人从我的生命离开 但是 唯一不变的是 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像那个 后天明一条一二十一条 我们那时候好不容易 找到五千人 连署到政府 回应 就政府回给我 那个完全真正统地坚持的答案 好像当作我们 都没有读过数学 可是 会有累积五千人 那例如说 我刚刚有说过嘛 2002年 台湾同事游行第一届不到两千人 可是像去年 我们有 二十万人躲在路上 这都不是 一处可及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是 踏在全人铺好的路上 这点很重要 各位 你们 常常会认为说 我拥有了很多东西 是我自己得来的 我考到新大 是我自己考上的 我读书是我自己读的 可是其实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环境拥有的资源 跟别人 想要尽心大的 其实不见得是最整的 那 你们 可能会听到很多说法 举个比方 那谈心计划的人 他凭什么可以加工 跟我们坐在一起 等等等等等等 那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 你会觉得这样奇怪的 像那个 被不是同性恋人 决定要怎么结婚 或者是 或者是说 那个完全回答一个 完全没有恐惊现实的事情 然后去订出一个 很奇怪的反应 之类的 但是 你对这个事情 有反应 然后你知道这个事情 是对的或不对的 其实你都是 他在前面浮好的路上 像你学维基分 你在第一堂课 你们上了维基分第一堂课 就走满了180年的历史 所以 对我来讲 我会相信这个世界 在看不到的地方 是有人替我们工作 有人替我们赋予前行的 为什么会讲这个事情 那个 上个礼拜 达赖喇嘛 他有在网路上面 好无法 他有讲一句话 他说 70亿人口的幸福 是互相依存的 你觉得幸福 是因为70亿人跟你一起幸福 所以 当你觉得不快乐的时候 其实有70亿人 跟你一起感受到同性 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 因为达赖喇嘛 非常喜欢量子力学 他用了很多量子的数学 其实我也不太懂 当然 他 他 他就 用魔法阐释了一些这样的 不好意思 我对那个基督宗教的 其他的 信仰的同学 没有提议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就不是孤单的 有时候 你在大学面 就像我到大三 到说二的时候 就 觉得很忧郁 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 是独立的 很独立的 但其实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 你在这个宇宙里面 不是孤单的一个人 你是 有很多人 不管是你的家人 或是你根本不认识的人 提供了资源 或者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或者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或者是你就使用这个资源 让他们走到这一步 所以 你这一步 走到这里 各位大一 这个礼拜刚来群大 你们可以 多多看一下群大这附近的 环境 尤其在大学里面 最重要的是 你不修课 等下你 得到那个老师的同意 你就可以去听他的讲话 到这 我现在出社会的人来讲 我是没有办法完全 我是没有办法想象 那时候是有多开心的事情 你们就 多听多看 然后 不要认为自己是孤单的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资源 你可以去使用去解决 然后 等到你从新大毕业 迈入了这个社会 或者是你在新大毕业 你就可以想一下 你在这个世界上面 你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去做你人生 自己靠自我意志 做出的第一个决定 OK 好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Tal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说 嗯 需要吗 没关系 不好意思问一个 比较 没一样的问题 就是 以大二的高位 还是只有高老师的 我二退了 哦 好 我还是修成功当老师的 好 因为我 很抱歉 因为我刚才有通常 其实我高位的第一个 其中考还是考25分 完全一一模一样的分数 可是我 我那时候我跟高老师 谈论的结果 我认为我必须要多接触其他的 学士 这样才能够回答 为什么我在高尾 永远 永远就是那样子的成绩 不到自己的期望 所以我后来就选择 旁听 然后拿我大二的时间去 学了更多其他的事情 那些background 包含写作啊 或是看电影 或是听音乐 这些旁门走道的姿势 都慢慢累秀 未来的一些规划和想法 我认为你值得 在清让你好学到的知识 之后 你用到了几层 我用到几层吗 很难量化 应该是说 如果你要用解构啊 你去解构一下我现在所拥有的 我如果没有清华大学的 学位证书 那我没有办法到达现在公司的这个 这个领域 因为包含我现在录取我这家三部器梯 他们也都是因为我有硕士的学历 所以才 让我跨了第一步 进去面试念他的资格 所以 我所学的技术不重要的是 我走过这个历程 然后 这个社会给我的一些证明 证书承诺 能够帮助我走到哪一个地方 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那你说我用到几层 几率统计一定有用到 不然我没办法做现在的评报的工作 但是 几率统计呢 又不是数学系很看重的 我想明白的 所以大家对自己 有一些想法规划 你想要在清大念头的书 而不是被动的 因为我 气伤 规定我这个必修 所以我就修 然后其他的我就拿来睡觉拿来玩 你要拿来玩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 不是我 再有不好意思问一下 你们现在高中还有穿自博吗 有 有 有 OK OK 没有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想法会变的例子 就是高中大家穿自博都超级不爽 然后很多人都用自博花几大千 或是几个年故意抠掉 或是不爬 那表示自己很合力赌气 就到大学每天都在办自博日 没有 行宗自博日 建宗自博日 成功北宜自博日 要到大学的做法就想要穿起来 就是我能够想到想法不同 给人的改变力 的意思 对 不过他自己的话 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影响 就像我今天自博也没有换完就变好 有什么问题吗 太可疑 太清楚 请问 请问在台积前 大部分人都克服了压力 还是平时小部分 平时大部分 台积 台积每年的开放率大概是5% 就是他总员工每年都会有5%零支 5%对台积是非常惨重的数字 在讲 给100%的人力培养资源没有5% 就从直到没掉了 5%是几分的 5%的话 如果以每年录取1000人来算的话 大概就是5%人会离职 那我是其中一个 那跟我同期进去的 我没有听说有人离职了 可是他们都走不掉 因为他们有生有房 有老婆 有小孩 他们离开又不知道要去哪里 那如果现在直到18年前 再给你做一次选择 你还会再念数学系吗 会啊 可是我 谢谢 谢谢 其实我们今天来这里 之前 我有跟高老师有 有讨论过念数学的这个事情 因为 那时候老师教我们的高尾 然后我们的评议没有很好 其实我们那时候 206期并不是不念书 而是我们普遍都不知道 念了这个要干嘛 那高老师 他会主持这个 common talk 请毕业的学长 一起来分享他的生活的经历 无非是让大家能够先掏钱付出 能够体悟到说 即使我完全放弃了数学 学到的知识 然后只拿了这个文章出社会 那我在 那我在 清大四年的大学 或是在 额外增加两到三年的硕班经验 我可以在这个社会 用我 校园里面的经历 处理怎么样的事情 至少可以让学长姐能够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在学的时候的解体 不会只得到成就感而已 那大家能够慢慢摸索 做学问 然后分析事情 他背后的逻辑 就好像那个 卫生服役簿 回我什么 感染的几率是大于云一样 那种文字 你可以唬一般人 一般人看那么长 你就会觉得 很有科学正题 但是在我们有学过数学人来讲 那个东西一样很诚实 而且你要 你能够掌握这个技术 你才能够判断出来 那请说 对 我想请问 你大学就是 根据刚刚的发表来说 你大学的成绩就是 诶 我就直接问 那个什么 那时候你想修外系的课的话 主要是通过旁听 才是直接去学 因为我看 刚刚刚刚好像没有说 你是特别俗系 或者是双直流 对 那你假如想要去修一些外系的课 就所谓旁门所造 那个的话是 是如何去打造 其实我觉得 以大家的技术 如果大二 或最慢到大三 你就可以有掌握基本的知识 可以去跨电子领域的科 如果你真的对 连电连勇 这些理财耗词 或者是像台积的阿迪 或者是科技业其他的职位 你有兴趣的话 大三你已经有了高维 还有现代代数等等的background 就是可以很快的进入 其他科系他们主修的那个状况 这可以很快进入 但是我当初 我大二在 大二高维我还有长屏 只是我没有经过卡斯考虑 那我那时候在做什么 四驱人色院听社会所的课 其实我有一度 曾经有真的很热门考虑要转社会所 有时候后来我还是觉得 那些数学对我的工学会比较好 比较好耳朵 没有 需要 需要 硕士文件吗 如果要进台积 研练 要进台积研练 要进台积研练最好是 呃 我当初进台积除了我是硕士以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我当兵的公司司官 有管理的经验 所以他才进行我进去管基硕院 那这他们的一个常识 这很难说 一个唯一的因素 可以决定你未来就任 就职的几率很难讲 那 大学跟寿司毕业 差异最大的不同就是起心 如果 如果是台积的话 在我离职的那时候 寿司起心之晚心 而是学士起心 只有三万九 你就已经差了发现 快要是很大的差距了 快 那差距 你就算自己升到哪里都不发明 你刚才提到的几率统计 水晶过程这些都会需要测读论的基础 可是你高维或好 那接下来怎么进入十遍 你要问的问题应该是说 如何把学问做扎实才对 因为其实像我 我那时候高维 我在考硕士班的时候 我高维考65分 我现在20分 我现在20分 我总分85分 我应该是最后一年进到数学所的 那但是 但是我高维其实考到65分 我后来念十遍书 那时候是成功长长次改课 我后来才 发掘了一些 我以前 觉得很OK的念书刀牌 所以是完全走错路的 所以你说 所以一年级是已经跟你讲了 你说 精力调性不好 怎么去修十遍 所以特殊论都不好 等而去修十遍 其实Meshire Theory 就是十遍书的第一堂课 他就会教你什么叫Meshire Theory 用所谓的Remainty 果它的悲观 可是 可是很奇怪的是 即使你的学问 这么不扎实 但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 我们跟Color版的语系 它很难问到这么detail的东西 所以往往你一枝半解的情况下面 你还是能够出事 你就拿到文笔出去了 所以你问我怎么 跌跌撞撞的 畢业 措施畢业 是我自己也搞得清楚 我就是很快考试 然后考刚好几个 然后就毕业了 但是我真的发觉 自己哪里是真的有把握 自己哪里不足 真的到够办 才能够满满的理会 所以说我想继续有刚才的问题 您说台帝链的压力不大 他是为了保障要平址吗 所以他还是说他想要 不然他如果无法承受 几个人员太管 那为什么要给一个工作 大概讲 其实我可以请问您可以讲的 这个是 比如说刚刚那一讲 你直接到上班的 时间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会跟着 所以您要后 您的联统奖机有做的吧 台积电他是进入了一个良心循环 台积电他是受到最大的挑战 不是跟联电的竞争 而是跟三星的竞争 在20112年的时候 他包括在二八奈宁 进入了定价期区的地步 然后随时三星有国家的资金介入的时候 他们的确有可能用钱的杂质台积电 然后他做台积电回应方式 是更加努力的 Push他的员工去贡献 那例如说他们的RD 反而RD都只是做研发工作 那么RD甚至还要轮班 叫做业役部队 他们用这种不可能的方式去 哇,我不好意思说是博学 反正就是 Push他的员工发挥他最大的勤能 那终于在14年还15年的时候 就正值了台积电技术领先了 31年 这一年是非常大的宏沟 为什么 因为 三星他自己本身的手 他要发展高级手机 或者是乒果等等 一旦发现 台积的技术领先 业界竞争对手一年 他们就直接投版了 那才不管 那才不管要三星怎样怎样 所以他们的差距越拉越大 那个台积进入了两性循环 然后三星进入了二性循环 所以大者就很大 然后弱者很弱 那台积也非常非常的小心 在反处拉斯一体上面 他们也很怕就被人杀出把柄 但是他们队内的话 就是不停的不许他们的员工发挥最大的潜能 讲简单 起码都是超过十四甚至十六小时 因为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回报 要处理要交接 那一般的长日班的员工 长日班员工在制造部 他们的表定上班时间是九点到六点 叫做九个小时 中间包含午休一小时 很平常 可是 他上班时间 打卡九 那个九点嘛 对不对 可是台积的生产规议是八点开始 你一个员工你可以不参加生产规议 然后九点的时候乖乖的来打卡上班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你必须要八点就在位置上面 听今天生产规议在讲什么 可是你听人家讲 如果人家讲错你也不会知道 因为你就是被动的题 你可能要主动的了解产线状况会做什么 那你要主动了解产线的状况 你就必须再提早半角度或更多进工资 所以你本来九点打卡上班了 你变成七点半 你只要在位置上面乖乖做好 然后晚上六点下班 对不对 很抱歉你可能会有些事情想要交接 可是交接你写信 台积每一个员工 甚至的员工 每天都几百工内 谁知道你的信念重要不重要 每个都三 每个都三 根本就没有关系在讲什么 所以你只好提面令 用嘴巴讲的 跟夜班课长讲说 你要做什么实验或什么调配 然后请他配合做交接 而夜班课长七点二十上班 所以明明六点下班 你还要在外面买个晚餐 然后晚餐公司里面就有 然后刷卡吃了以后还有补助 然后回到位置上面七点二十 整交接晚上再跟他讲 讲完都八点了 你自己上班看一天 日版的课长要 公司有多少 然后台阶可以给你报答案 那不成文规定 我当时我现在不敢讲 但是当时的不成文规定 你一天就都报两小时 超过两小时 我是来聊天的 我只是来跟同事聊天的 我没有办法 我只是营幕刚好打开 我只是刚好在看待现在的状况 就这样子 不过我真的很建议 如果你们有机会进台积的话 你还是要去见识世界一流公司 是怎么自理的 这个经验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我也是因为有台积的经验 我现在才会到我现在这家公司 因为我现在的客户就是台积 我从里面出来 我才了解他们的语言是什么 你们还是要见识一流的 竞争的环境 你们才知道你们在想要是什么 而且能不能长成 现在还是这样吗 我已经不敢讲了 但是台积现在的自扯 已经是个位机奈米了 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压力有什么大 我以前在做40奈米的时候 我压力大大 我想要扯进这种话 自己抱着金元盒去丢机台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等那个 金元盒在天上夹娃娃机运送的时间 我没有办法等 我没有办法等 每一个产品对我来讲都是非常恶劣的 我已经搞不清楚我来上班要干嘛 我来上班是要 是要管我底下的技术员 还是我自己下去当技术员 我搞不懂 可是这在厉害的人 他做久了 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 或者是在离开的时候 我还没有办法把握那个要求 我没有办法把握那个要求 他都能不能够 好了我们谢谢大众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